Debbie 平時你喜不喜歡鑽咚鑽 找東西吃? 超喜歡 我是餵食貓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好東西吃 總是喜歡躲在小巷和工廠區 經常都大排長龍 說明是隱世美食 當然有很多捧場客 不過就不是個個都有時間排隊等吃 大部分人都是上去吃個快飯 特別在Lunch Time 這些人山人海限時限刻的時候 很多時候吃飯都是醫肚 象徵式有個位快爬快吃 說不上享受 所以那些速食客 特別是工廠區的工友 都喜歡去大排檔吃 不過近年 因為熟食小販市場空置率的問題 商界被淘汰 而有近50年歷史的葵榮路熟食市場 今年內也會關閉 大排檔是其中一個 源於香港的街頭飲食文化 承載著香港的本土情懷 由1950年代開始興起 由早上開到晚上 為街坊提供便宜美食的三餐 葵榮路熟食市場 位於葵青區 在1972年建成 超過50年歷史 原本設有21個熟食小販攤位 但現在只剩下兩個攤檔營業 由於空置率超過八成 被食環處認為 繼續管理和營運市場 不符合經濟效益 預計將於下半年關閉市場 收回原有的土地 平時多不多來這裡 都多的 因為平時在這裡附近工作 都會下來這裡吃飯 早上和下午 喜歡這裡有些什麼 平靚靚靚 又早開 舒服 有人情味 感覺很強 還有香港需要這些特色 都重要是保留 我覺得需要 知道這裡酒汁有什麼感受 賣算幾少 因為這裡其實都挺好吃的 這些東西 大排檔其實賣少見少 你會不會 這裡的建業 你會不會覺得可惜 當然可惜了 你根本 你政府都沒有規劃的東西 動一些都 慢慢剝削了 低下層 基本的生活和消費 現在是下午12點 看到我身後這個攤檔 雖然桌數不多 但是漿漿都爆滿了 食客主要在這裡附近工廠的打工仔 一到午餐時間都齊齊聚集在這裡 這裡的美食主要都是各式各人的茶記美食 開業近50年了 現在就由第二代接手 是我爸爸 在七二年就來了這裡 我爸爸是設牌人 經營到2015年 我爸爸過了一輩子 我弟弟就摺了手 可以傳承到那個牌照 其實這裡的店舖的生意是如何的 這裡的經營成本是比較低 相比起其他外面的店舖 地鋪 因為那些經營成本都真的是高的 還有我們附近這裡有很多工廈 有很多工廈 都是很多這樣的工作人員在附近 其實我們都是服務著這一大群的人 生意都算OK的 如果沒有生意的話 我們在2015年都不會扔一筆錢去裝修 到現在我們都沒有匯本的 但是我們期望是可以長久做下去 都是一個我們生活的一個很大的支柱 食環廠其實是去年年中 應該是六七月 六七月他就通知我們說 將會在今年的第三季永久關閉 因為我們其實在這裡這麼久 我們很有信心可以 這裡當作一個基地 繼續這樣做下去我們是有信心的 但是如果調去其他地方 我們就比較有些好像前景不明 這個我們也不是很想考慮的 想保留熟食市場就要作出行動 老闆自己出力發起聯署 希望收集到的簽名 可以阻止市場的關閉 辛苦一點也不怕 為的只是想留下繼續煮餐好菜給大家 有很多人簽名 你覺得這是否表達了什麼 其實表達了這裡 其實是有一定市民的需求 我們在這裡整個工業區 其實有很多貨車司機 就是要在這裡賺錢的 因為他們現在不可以亂拍車 現在大家都知道 所以很多司機 其實真的打個電話過來 叫外賣 然後一洗到下來 在這裡一拿走就走了 那這裡關閉了 當作會有什麼選擇 照現時食環處所說 就有兩個選擇 一就是還一個牌 就有一個特惠金的賠償 另外一個就是找個地方 就看看他們會不會再經營 那我會給他們一些搬遷費 再一個新的一個地方去經營 暫時來說就是這兩個方案 不過就還未開會 政府有沒有說 這個土地收回之後的用途是什麼 直環處的答覆 就會交回給產業處 再由產業處問一下 政府各部門對這個地方有什麼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話 他們可以申請作其他的用途 如果沒有的話就會繼續擺在這裡 再說不要緊 由刊民處主辦的文化及表演藝術活動 由3月起陸續舉行 打頭鎮的有一年兩日的博物館高峰論壇 又有首屆的香港流行文化節 還有中國的戲曲節也都重臨 很豐富 香港文化活動全面覆盛 接下來還會陸續邀請外國表演團隊來香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TV全面进化 重新启航